是 嘿嘿嘿 鳥世紀 天一榮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看 魔羅馬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藍方的文明 是選擇羅馬人 羅馬最大的特色呢 是修理建造 還有這個采集資源 都有5%的加速 所以羅馬人呢 他的前期的經濟假少 並不是非常明顯 但是到了大後期 他的經濟是蠻可觀的 那羅馬人呢 他除此之外 步兵的單位呢 鎧甲的防護力 只要每點一點科技呢 都會增加兩點 所以一防就是二防 二防就是四防 非常厲害 那魯馬呢 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特殊寶兵 百夫長 還有這個軍團兵 只要點下金冠激素 野戰軍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額外傷害 這個地下的攻擊力會特別痛 但是小幅增傷 然後還有增加這個訓練速度 那魯馬人呢 他的打法 主要打這個步兵跟騎兵為主 那攻兵路線不太行 但是他的奴炮呢 也是遊戲裡面最便宜的 奴炮只要30塊錢 而且只要點下銀罐技術呢 奴炮的攻擊速度 還會再增加33% 那他的團隊加成 還可以讓奴炮獲得彈道血的能力 欸是 應該是團隊加成沒錯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開局時會有一台免費的羅車 那這台羅車呢 一開始就可以去探地圖了 那探到這些羊呢 是不能馴服的 一定要靠自己的弱馬 去馴服回來才可以 那喬治亞人經濟加成呢 是需要靠強化教堂 去增加自己的農田效率啊 或者是 採礦的效率啊 吃果子的效率啊 或是採石頭之類的 所以喬治亞人的經濟加成 要到這個城堡時代時 會更明顯一點 那這個強化教堂位置 也是 放的位置需要去研究一下 不太 隨便 不太能隨便插 一定要插在農田旁邊啊 或是果汁 或者是木頭旁邊 會更好一點 因為他只有19格的這個 工作效率的加成 那喬治亞人 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洛馬會自動回血 那這個能力呢 是馬功跟騎士 都會回血的 不是只有洛馬而已 那喬治亞人呢 他的後面的寶兵哦 更是厲害的哦 只要4組黃金哦 到了後期 可以22攻的傷害哦 非常可怕 所以喬治亞人呢 後期呢 主要是打一個 大量騎兵哦 加上寶兵的一個策略哦 因為他的寶兵單位 莫娜斯帕呢 每一隻 每5隻騎士 或每5隻的莫娜斯帕 都可以增加一點的傷害力 所以喬治亞人呢 本身也算是需要開農為主 然後後期轉大量騎兵打法的一個特色 騎兵國 那喬治亞人呢 金冠技術點下之後 還可以減少15%的騎兵佔用人口 這就讓他哦 可以爆出更多的騎兵哦 去一直 越用這個巡迫 去增加自己的軍團實力哦 好 我們先來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哦 那我們先看到喬治亞上面的是石頭 還有黃金 還有黃金在下方 右邊還有一塊附金 看起來可以哦 至少兩塊附金都在後面哦 組件的話有點偏下方一點還可以 那稍微再稍微微一下應該還OK 那喬治亞人現在的一個META打法 就是比較會常把這個城堡放在自己家裡哦 去做防守 那我們之前上個禮拜的影片 有談到喬治亞人哦 就是發現他的勝率很低的一個問題哦 是因為大家習慣啊 把第一根城堡往外插 那如果你把城堡往外插的話 你的寶兵哦 就不太好量產出來 很容易被對方第一時間拆掉 或是讓對方太有攻擊之類 所以現在的喬治亞人打法 都是比較偏向於哦 差在家裡哦 去做一個開農之外 然後再讓自己的城堡不太容易被敵方攻擊 量產自己的莫娜斯帕出來的一個 特別打法 那其實哦 所有的寶兵單位哦 都應該是要這樣子打 那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的高手們哦 才開始把喬治亞人這樣子打 他們發現可能喬治亞人哦 不打寶兵真的不行 所以 開始把這個城堡策略也改變了一些哦 這是我近期觀察到的一些 高端的喬治亞的戰術打法 變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目前看到羅馬人呢 這邊是點下了一擊農 還有一擊 伐木 那兩邊都是差不多時間點一擊農哦 差不多都是要這個時間點哦 打撒地片農田了 好 兩邊都是打一個洛馬開局 洛馬洞金開始量產出來了 OK 那喬治亞這邊是一個超級小的 只圍這個資源點 然後下方的部分是用槍兵防守 原來這邊隨時都有可能會有工兵跑進來 當然左邊這個地方也是 那圍資源點的一個好處就是不怕洛馬 但是很怕對方的工兵哦 但是這邊洛馬過去開久 可以看到對方有沒有下射箭場 基本上沒有看到下射箭場 就可以用這個木牆稍微圍下資源點哦 稍微防守一下 然後省下來的木頭呢 趕快去灑農田哦 好就可以了 那如果對方正轉弓箭手的話 自己要去找個機會去下射箭場 當然射箭場越晚下越好 因為畢竟射箭場也是蠻貴的哦 等於三片農田的概念哦 所以兩邊都是打一個洛馬開 都沒有想要轉射箭場的意思 大家都是比較熱衷於撒農田的 一個玩法 好那兩邊應該是封建時代不會開打 都是稍微出兵給對方壓力 但這邊MBL 弱馬處的數量有點多哦 他按到了 將近快要七隻了 好像五隻了 待會還有一隻出來 六隻 七隻繼續按 我的天 他這個是想要秒殺對手 那這邊可能會補一個品種哦 這裡有挖黃金 還是要先升城堡時代再點品種呢 因為品種其實在封建時代來說 科技是蠻貴的 要一百黃金了 好來看到這邊的肉馬 爆打一波 抽掉了一隻村民 但是有槍兵戰的關係 又抽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哇靠這裡只剩下兩隻肉馬 MBL這邊控兵 似乎出了一點小小的問題哦 損失了非常多的肉馬 這個均勻一出啊 就可以直接把剛剛那些肉馬給戳爆了 所以 各位在打的時候 也要記得 開戰的位置哦 盡量不要在均勻旁邊哦 不然你打到一半突然均勻出來戳了幾下 你可能也沒注意到 就被戳光了 就像MBL這樣子 好 那看到喬治亞人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一擊馬卡也補下了 然後品種 OK 品種跟一擊挖金也補了 好 羅馬人這邊是打一個品種 騎士戰 哎唷當然這裡有一村殘血的 趕快拉回家 好去種田 撒一個新的農田 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兩隻槍兵有點麻煩哦 好 喬治亞人這邊也升級了品種 兩邊會打一個騎兵大戰哦 那羅馬沒有打出自己特色哦 就是打鋪兵單位哦 城堡時代二級訪的羅馬是很麻煩的 好這邊用充銘暴打一波 殘血在收掉 哇靠拿到了兩村三村的優勢啊 目前是羅馬人39村對上喬治亞是34村哦 所以差距越打越大了 好那目前看到喬治亞人呢 城堡是開在了左邊哦 不是城堡這個城鎮中心 沒有想要第一時間去挖石頭 當然我們的影片也常常在講 如果真的要打寶兵的話 可以考慮第三個城鎮中心哦 再去下石頭處就可以了 先保護住主金更是重要的 好左邊城鎮中心蓋不夠好 MBL這一波騎士抓得很漂亮 抓到了一村兩村 現在五村的優勢 下面的騎士也是溜進來 喬治亞這邊也是想用盡可能的反擊 好這邊換MBL有點危險 這裡木房子居然敲不下去 來不及了 好趕快來幾隻騎士過來防守 好右上方的騎士繼續拉扯 不要讓對方招想到 好那目前喬治亞人已經放下了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自己的經濟效率 老頭遊的部分呢 也可以增加防守的效果 好把城堡放在這個位置就非常優秀 這邊農田呢跟採礦還有墓墟 都會吃到強化教堂的經濟加成 好第三個城堂中心 結果也是放在左邊的墓墟 而不是後方 OK每個人的想法不太一樣 這就是士義帝國很有趣的地方 那MBL確實是把第三個城堂中心放在這個石頭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比較方便去挖石頭 不管是要插寶防守啊 或是插寶出寶兵 或是插劍塔防守 都會比較好一點 最近有看到有一些觀眾在問 石頭這個東西到底什麼時候挖 那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第三個城堂中心放下去的時候 盡量放在石頭旁邊 那你就不會忘記挖了 那沒有忘記挖石頭的話 好處就是你城堂可以隨時去往對方家裡插 或是在家自己防守 都是OK的 不然只是單純靠兵防守 還是 有時候會有這個 防守漏洞出現 如果有一根城堂在的話 隨時都可以插城堂反擊回去 但這個石頭也不能挖太多 畢竟挖太多會傷經濟 所以這就是士義帝國 比較困難的地方 這東西要挖多少 好多少你去挖 那他量要多少就夠了 好 這個東西是一直去 需要去磨練的東西 好 目前看到喬治亞這邊是 已經出到了四隻老頭 神聖思想也補下 出了五隻老頭才補 通常我是出了三隻 我就會補一個神聖思想 好 目前 五隻老頭 配上前方騎士十一隻 羅馬這邊也是在開始的 喔 兩隻老頭往前走 好 三隻老頭 直接招搶到一隻 這隻騎士叛變 能招搶的回來嗎 沒有辦法 哇 賺到了六十肉七十五斤 不虧 好 左邊有一隻槍兵 繞到後方 好 偵查一下 好 那目前生物的部分 是由Ambro拿到三生物 喬治亞這邊是兩生物 那右邊還有一個生物 一直有肉馬 殘血肉馬在這邊等著 好 這個也是我常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殘血肉馬 放在生物旁邊 去蹲點 既然不探地圖的話 直接去蹲點就OK了 賺到一百斤就很賺了 好 那目前 羅馬人13TC看喔 村民數優勢是七三村對六三村 村民差距十村喔 羅馬還點下了二級攻 城堡部分 還很難挖出來 兩邊都沒有想要開這樣的意思 好 這邊要不要招想像 招一下 好這邊要衝囉 看起來騎士沒有要撤退的意思 第一時間 往前衝 被招掉兩隻 騎士而已喔 三隻 三隻騎士被招掉 看起來還行 騎士應該只能收掉這隻老頭 這隻老頭被躲了進去 OK 看起來喬治亞這邊的騎士數量 是稍微有點落後的了 現在是18隻打15隻 雖然剛剛有招翔力波 但MBL這邊的騎士數量還是挺多的 哇 這裡老頭直接一點也沒有射好 被送掉了 火了一個宗教狂熱 增加一下老頭的移動速度 這邊拉扯一下 這裡不能直接硬上 後面有防禦教堂 這個強化教堂跟城鎮中心 上方還有騎士喔 所以這邊不能太魯莽 直接往上貼 好 羅馬這邊點下了贖罪思想 結果喬治亞這邊打算把自己的騎士 全部O印到MBL家裡 然後逼對方回防喔 這邊城鎮中心 野州村 兩個地方都放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城堡還沒有挖出來 挖出來在左邊 防守 然後保護石頭的位置 這一波打了進去 但是MBL家裡也是BBQ 左邊想要守思城鎮中心 感覺是有機會 但數量有點少 MBL把產出來的擺夫長跟騎士 開始往家裡防守 這次也是用大量騎士跟對方換家 這一波換家看起來兩邊都有受到損傷了 那MBL好像更慘一點喔 戰損經濟已經來到了79村 現在變成村民持平的狀態 MBL看起來是有點防守 失誤到了 反正是喬治亞這邊防守的更好一點 但還是有被打破一些村民 這邊直接把強蛙教皇給打分出來 裡面的村民只能被破跑走 這裡要不要去偷點生物呢 多帶一個生物帶便當回家 後面喬治亞人轉出了莫娜斯帕 直接偷攻擊後方的老頭啊 我幫老頭這邊直接被爆打一波 能夠招翔到嗎 哇兩隻莫娜斯帕終於被招翔掉了 好險喔 這兩隻沒有招翔掉就要省吃六百斤了 左邊的城市中心血量有點慘 趕快努力修一下 但是這邊修的話就會讓自己村民 護露在城鎮中心外面 其實就可以進行攻擊喔 這也是喬治亞這邊想要獲得的一個效果 雖然城鎮中心沒有打掉 但是最後還是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兩邊的村民處是相差不多的 都是受到了一定的損傷 這波換加換的相當平衡喔 OK 喬治亞把家裡補下兩個城堡 這兩個城堡就可以守住這裡大片農田區域喔 那這個還可以守住石頭 還是高地喔 那喬治亞人的比較有特色的東西喔 就是在高打低的時候呢 自己在高處死喔 受到傷害可以減免40% 非常多的一個素質 那這個建築物也可以吃得到 而且他的團隊加成呢 可以讓修理石的 那個石頭喔 更少一點喔 所以城堡可以在高地喔 撐得更久一些喔 自己的資源量也不太那麼容易被消耗完畢 好 那目前羅馬人 這邊是繼續轉出了百夫長 那喬治亞打百夫長這個單位喔 其實沒那麼好打 但其實講實在的喔 只要大量這麼大10%出來的話 還是能打得贏百夫長 因為他的基本傷害呢 是沒有到非常高的喔 但是莫娜斯帕可以22攻喔 近戰防禦率是5點喔 5加3 近戰防禦8點喔 那百夫長這個單位呢 是比較可惜一點喔 只有近戰防禦2點 那他的精銳呢 傷害也沒有比莫娜斯帕還要高 而且造價來說 也是比喬治亞人 對一點點 所以這個喬治亞人要打贏對方的百夫長 已經要打到後期喔 轉出大量莫娜斯帕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 好這裡又再一波的BD 這波BD打得還不錯 就在收掉了幾村 當然羅馬也是補下了一根城堡 在家裡後方的位置 開始進行防守 好現在目前家裡有兩根城堡 開始把城堡往外插 後方繼續用莫娜斯帕防住 MBL的騎士燒喔 這邊稍微收一下 OK 這根城堡64% 還沒有蓋好 這裡要蓋好可能有點困啊 現在MBL我把所有的老頭放在前線 這兩隻應該跑不掉了 要滴掉嗎 好不滴 往回跑跑掉了 右邊的騎士過來 再衝一次 但是這裡有城堡 但還好喬治亞人喔 現在還沒有彈道取喔 也沒有升級弓箭的傷害 所以目前射射一些騎士喔 還不是這麼的痛 好這邊也直接鼓勵跟城堡 想要來阻止對手把這根堡給蓋起來 現在MBL有了軍事上的優勢喔 好莫娜斯帕爾開始反擊回去 那莫娜斯帕爾的數量還不是夠多喔 所以傷害加成喔 還不是那麼的明顯 後面老頭再著想一下 旁邊都在信叫 好騎士過來後面節 但是城堡快要蓋好 但節不是村民 是節後方老頭 第一時間抓掉後方老頭 這個相當關鍵喔 OK 城堡重點蓋好 在前方又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根城堡攻擊的是後方 木娜斯帕爾 也不是前方城鎮中心的村民 村民趕快往後拉 回去種田了 OK 趕快按衝車 這個補工程器製造所 是要補衝車的喔 但是現在木頭跟黃金不太夠 兩條炸人補這個 木頭有點缺了 趕快去罰一下木頭 好 兩邊打到有點頭破血了 好 殘血的活了下來 趕快有老頭補下血 衝車有按嗎 欸 衝車補按嗎 一直在補農田喔 沒有機會可以去按衝車 好 旁邊開始進入修戰期啦 後面百夫長也是蠢蠢欲動 好 木娜斯帕爾這邊有看到 但九隻只能加一點傷害 喔 這裡有三隻百夫長在打羅車 好 應該是沒有控好 結果三隻百夫長直接被收掉了 好 這裡衝車看起來是不會按了 直接上帝王好了 好 這邊也是衝了一些百夫長衝了過來 來 匯合一下 這樣百夫長的數量是16隻 莫娜斯帕爾只有15隻 攻擊力加2 但是加2而已 沒有叫加3的效果 12加3 OK 數量越越少 又-1 又補了一些過來傷痕再增減一些 但是莫娜斯帕爾的血量實在是太少 只有95滴血 百夫長則現在血量優勢的關係 正面坦下了所有莫娜斯帕爾的傷害 後方羅車也只能後退撤離 莫娜斯帕爾繼續補了過來 但還好莫娜斯帕爾的優點 就是造價便宜 補充速度非常快 剛剛本來喬治亞是想要偷支援生地 但MBL不給他機會 這裡被迫要轉出更多的單位防守 MBL這一波百夫長打得很好 讓自己產出這麼多兵喔 沒有白費掉 後方這根堡血量好1800 還可以再扛一下 看到這一波交戰 好莫娜斯帕爾現在可以抱團成功 可以順利收到這一坨百夫長 哇 真是抱團騎士啊 傷害來到最頂峰12加5 現在是喬治亞人 的特殊效果 最頂峰的一個能力 攻擊力加4點真的很誇張 好 下方這邊補了一個寶 想要來控下野精跟野獅 為什麼不該這裡呢 這裡好像更好一點 石頭可以控住 好 那喬治亞這邊是點下了帝王獅帶 這個招響即時低調單位喔 反應蠻快的 下方這波反擊稍微反 解決掉了一些百夫長 但騎士的數量現在不滿20隻 現在只會加4點傷害 這應該是加3點 加上原本的一攻 好 這一波反擊回去 夾擊一波 破防 先捅下一隻 後面再收掉一隻 搞定 好 再收掉百夫長 沒有問題 這一波交換 非常的穩定 好 這邊喬治亞升到地龍時代 這邊又戳到了一些村民 正面部隊也稍微反擊回去 但是右邊控圖 並沒有控得很好 反正右邊挖附近的部分 被控制住了 那現在痛苦的也是MBL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哇 這邊喬治亞 直接擊殺10隻村民 好 左邊也補下了一根新的城堡 好 這邊繼續反擊回去 但是百夫長威力實在太痛 扛不住 好 左邊 城堡 終於蓋了起來 已經Delete掉了 這邊已經Delete掉了 目前看到 巧花教堂 也是在後面繼續補了 感覺這裡好像可以再補一個 巧花教堂 重點的部分 或是在後面直接再補一個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喬治亞人這一波的騷擾 已經被解乾淨了 現在是喬治亞有時代上的優勢 MBL 地龍時代才剛補下去 開始轉出了槍兵 喔 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黃金 有點不太夠用了 百夫長這個單位喔 還是有點貴的 好 兩邊都是 奇兵大戰 那木納斯派亞這邊攻擊力 一直沒有射二公分三公 也是有些可惜 好 這邊再次 騷擾村民 好 村民宿開始下降 但是喬治亞人這邊 村民宿也是一直沒有穩定提升喔 村民宿還在一百出口而已 好 喬治亞這邊 是拉了非常多的 莫拉斯塔反擊 但是百夫長沒有第一時間 攻擊後方的巨型遊戲機 很可惜 讓自己的城堡被拆掉 喬治亞現在算是 村民落後的狀態喔 但是他的進攻跟防守 並沒有太差喔 好 先補下三防 這樣去串到城堡中心裡喔 怎麼測都是一滴血 所以很好 遠防六 那現在城堡中心是 大會主要變成五加二喔 七點 撐到後方的莫拉斯塔呢 最後的防守率是二加四 六防 所以射下來還是一滴血 城堡中心怎麼打 不是一滴喔 這蠻重要的 OK 巨型頭11 可以拆除上方的城堡 沒有先拆右邊的喔 這個右邊先拆掉 碰這個經驗也蠻重要的 但喬治亞這邊可能是想要 趕快決戰掉了 怕拖太久對他越不利 好 正面反擊 喬治亞這邊 扛不太住 百夫長的正面傷害 畢竟數量太少 那他是打不贏軍團長 不是軍團長 百夫長 好 開始轉槍兵出來 起兵也升級了上去 羅馬城堡 一動一動的在殞落 這裡有沒有偷按 巨型頭11拆除呢 沒有 好 現在MBL多線開始 有點空不太過來 村民一直被擊殺當中 這邊大量墓屑的村民也在發呆 OK 趕快把這個巨頭架起來 羅馬人現在石頭已經用乾了 29石頭而已 城堡也不太能修理 羅馬人趕快補下了三弓 想要虛波大碗的 槍兵直接戳掉這一波的攻勢 這邊有看到村民在往下跑 補了一些百夫長去追逐這邊村民 好 喬喬這時候補下了化學 看到槍兵很多 直接轉火槍出來反擊 這是確實一個很好的決定 畢竟喬喬的戰毛兵沒有三級工兵鎧 防衛稍微弱了一點 直接轉火槍也轉兵更快一點 不太需要去再升射程跟防御 OK 這邊巨頭應該是來不及拆掉這根寶 在頭一發有機會嗎 好像可以 MBL中間的城堡也被截掉 這兩台巨頭已經價值連城了 兩巨頭拆三城堡 完全不虧啊 OK 喬喬這邊 正面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 槍兵對上百夫長 這個搭配組合 只靠木娜斯帕拉斯不行了 好 這把黃金也快挖完 應該是有機會挖桿 好 羅馬這時候補下三級馬卡 這樣一來百夫長升級就差不多了 只差一個金瑞而已 但金瑞百夫長不知道MBL這邊還沒有夠多的黃金可以有 唉唷 雖然有機會喔 這個金如果先挖掉的話 就可以升金瑞了 好 那百夫長數量現在會越來越少 現在只剩下兩根城堡 可以產出百夫長 好 上方的農田地帶 只能用槍兵去防守 好 六支火槍開始輸出 邊攻擊的是左邊的槍兵 這邊槍兵直接戳爆了非常多的莫娜斯帕 來部長第一時間後面直接解掉非常多的村民 後面還有兩隻百夫長再繼續輸出 這一波交代莫娜斯帕直接潰不成軍 火槍沒有辦法即時解掉這些槍兵的關係 莫娜斯帕直接損失掉了正面的主力軍隊 完蛋了 這一波反擊回去 小JR可能有點受傷 還好這塊金已經挖滿了 好 趕快撤退一下 好 之後白夫長還是做到了蠻多事情 好 那看起來MBL沒有打算要升金瑞了 等一下 金冠技術 野戰軍 這邊升野戰軍難道也有打算升金瑞嗎 好 這次喬治亞轉出了槍兵升級 終於受不了白夫長的超高傷害還有坦度 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這塊金 剩下一點點了 喬治亞這邊黃金也變得很缺喔 因為畢竟生物的部分大部分是在 MBL那邊的 MBL這邊的生物我們來check一下 4生物 果然最右邊的生物最後還是拿走 再繼續拖下去的話 對於喬治亞是比較害怕一點的 好 兩根城堡還在 還有三根 現在是兩城堡對三城堡 好 這裡補下更多的馬丘 好 羅馬這邊是不是要來轉洛馬呢 OK 升級洛馬上去 好 這邊火槍 要稍微拉扯一下 不然會被戳掉 槍兵現在有三攻喔 打一下非常痛 6加4喔 工兵台甲一點都沒升 好 那大概還要五槍喔 才能戳死一隻 好 畢竟他的天生喔 近戰防護率是一點 所以槍兵要五槍 他可以戳掉一隻火槍 好 這邊 開始甩槍 但是甩的有點痛苦 火槍數量只剩下兩隻 這波槍兵沒有第一時間救援起來 有點可惜 後方槍兵也是直接戳到了搶花教堂裡 好 吵架 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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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 現在是羅馬的黃金旗嗎 開始爆出大量的垃圾兵 往對方家裡送 雖然金瑞百夫長已經升級好 但沒有第一時間想要進攻喔 哇 滿升級的百夫長的攻擊力是15加9 近戰防護率3 還有遠防也是3喔 遠防7 那血量來到了175滴血喔 比游瑕少了5滴 但是他有這個15攻的傷害喔 還有蓄力傷害的加成 那我是記得蓄力傷害的第一下喔 是會有擴散傷害的一個能力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記錯 太久沒有看到百夫長這個單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金瑞百夫長加上野戰軍喔 這個效果會如何 那喬寨亞這邊是補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最後後面我後補 剛剛被戳掉了一些槍 村民的關係 這裡村民要再繼續補 不然村民會不夠 MBL這邊的肉量來到84片田喔 非常誇張的數量 最後還找到這個野石喔 待會這個野石還是可以加成一點經濟的 不管是要打順賣掉阿 或是直接在前線再插一根寶 防守也OK了 這時候喬寨亞也補下槍兵的3級攻 攻擊一尊補下去了 剛剛一大堆的莫納斯帕沒有吃到這個3攻的加成 有點可惜阿 如果有這個大量3攻的話 還可以稍微反打回去 說不定 三巨頭拆城堡很快 但是喬治亞人的高地堡坦度實在是很好 打一下只有200多滴而已喔 升上去UP 大概300滴左右 好正面大量槍兵直接戳掉大量的肉 好這邊想要走向百夫長 招到了一隻 槍兵繼續往前 想要打破這邊的防線 這邊防線只要失守 槍兵就可以戳到巨頭 巨頭就可以解掉 就可以解掉城堡的圍攻 好槍兵往上戳 這一戳戳得掉 好 搞定 戳掉一台巨頭 所以兩巨頭應該是可以修的回來 但是喬治亞人這邊的石頭也不太夠用了 努力修努力修 好槍兵數量有點少 再補充一下 下方這邊也是打一個多線喔 這邊的大量肉麻配上 百夫長 解這些槍兵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好 好但是槍兵又再一次有機會 上了高地戳掉了一台巨頭 後方城堡沒有石頭 把戳戳村民收到城堡裡面 但城堡完全沒有升級射程喔 射程非常的短 連彈道雪也沒有喔 好這波槍兵 又再一次守住了 羅馬這邊轉出了更多的槍兵出來 那兩邊的槍兵的數值會不太一樣 羅馬的話是0加 0加4 0加4 那喬治亞真是0加4 0加3喔 這個數值蠻特別 羅馬的近戰防護力喔 是多了一點的 好 羅馬在補下了公會制度 公會制度補下之後 買賣就不會這麼虧本 這留奮多的羅馬 想到右邊騷擾 那到了這種 終局的後半段時候 來到時間 一小時後 最主要控的資源喔 是要控木頭 只要讓敵方的村民喔 沒有辦法出來挖木頭 基本上就贏一半了 那後方 喬治亞這塊木頭還在挖 如果這塊木頭挖完之後 剩下左邊 也沒有 一定要到左邊這裡 對 或到右邊這裡 所以MBL為什麼一直要 把羅馬往右邊送 就是這個原因喔 那他認為喔 他認為對方安全的墓區喔 只有在右邊喔 所以一定要把困多兵往右邊送 那左邊的部分喔 可能還有意識到 但這邊哨仗應該是有看到 哎唷村民有偷偷出來 伐木 大陸就可以拉一些羅馬 到左邊喔 開始去反擊對方的伐木須 那 喬治亞這邊也是很簡單喔 只要把所有的槍斃 往伐木須移動就可以了 當然這樣子的話 就會變成中間的農田喔 就會變得比較空虛喔 所以城堡的防守是必須的 那MBL這時候就需要把城堡 繼續推掉 開始往中間打 就可以搞定了 然後接下來MBL就是 只要往左邊中間 左右兩邊送 就可以拿下比賽了 那喬治亞這邊要怎麼突圍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要趕快把中間這根堡拆掉 然後也是要趕快 再產出更大量的槍斃 直接防守回去 所以現在喬治亞一定要先防守 他的情況現在只能防守 沒有進攻這個選項 一定要防守到一定的資源量 才有可能反擊回去了 這邊羅車加村民趕快往後拉走 牆壁滾滾滾滾過來 燈上方的城堡已經掉了 城鎮中心繼續 攻擊 巨型家裡的城鎮中心 下方的村民也是被騷擾到 好 這邊肉麻繼續A了過來 哎呀 這邊村民大量直接被抓包 沒想到 左邊的村民反而被抓得比較慘 MBL這邊肉麻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槍斃也是在努力反擊當中 也是戳掉了一堆肉麻 但是村民處已經下降了非常多 下面這邊也是 托斯亞也是想要努力反擊回去 N3巨頭要拆除最後一根寶 這根寶要是守不住 可能就要GG了 當然肉麻過來防守一下 正面的槍兵騷擾 但是後方有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防守效果還是不錯 當然MBL還是轉出了一些槍兵 開始往前走 但是肉麻還在GG按 因為MBL也開始缺木頭了 這根城堡防守效果還是OK的 最後左邊這個墓區還是拿了下來 但是最後一根城堡也掉了 喬治亞已經損失掉了 自己可以產出莫娜絲怕的權力 現在只能用大量槍兵加肉麻 反擊MBL這邊羅馬大軍 可不可以用多線把MBL打殘 現在是喬治亞致命的想法 現在把MBL這邊打殘 可能還是有點困難 畢竟勝利的墓區還是可以繼續伐木 反正是喬治亞這邊 軍儀 集結店還有強化教堂 一個一個都會被拆掉 而且聖物的部分也是落後的狀況 怎麼看啊 都是目前羅馬還是相當優勢的 那其實MBL這邊趕快轉出爐炮 會對喬治亞來說更不舒服一點 因為爐炮很便宜 30斤可以出好多台 但是下方農田也是被戳掉了一些村民 沒有再繼續運作 農田就讓你稍微下降了一些 正面拆掉強化教堂 兩巨頭 還在拆 慢慢拆掉你的外圍建築物 南橋炮的墓區已經穩定起來 木頭就變多了 8村 43村 繼續挖 好 正面槍斃想要再解掉巨型偷司機 弱馬直接不理 也沒有想要防守的意思 往前送 巨頭快解掉 左邊補了兩根強化教堂 作為防守 OK 這邊喬治亞人 槍斃終於戳到了巨型偷司機 應該可以戳掉一台 沒有問題吧 摘槍 4D 尷尬了 五馬人 有點穩 這是毒奶吧 感覺有點穩 喔 這個百夫長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羅車一陣無能狂怒啊 瘋狂暴打 好 羅馬開始往後竄 即殺到了後方的農田村民 巨型偷司機 開始往左邊 架了起來 要拆除強化教堂的防守 好看下來喬治亞這邊 要被打輸了喔 羅馬這邊只要轉輸更多的槍兵 就能打贏 那MBL這邊剛剛好像按錯 用到均勻產出了一些民兵啊 民兵到了前方 開始幫忙助陣 然而並沒什麼軟用 槍兵甚至比民兵還要強 這單位沒有升級喔 就變這樣子 好槍兵開始戳爆 一大堆村民 喬治亞這邊直接聚聚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果然羅馬人後期實在太誇張了 贏了快要兩萬資源了 羅馬人後期幾乎還有四聖物的關係 黃金整整贏了一萬 要是這場的黃金有平衡的話 喬治亞人終局的時候 可能到城堡時代初期 或是帝王時代 地初地中的時候 可以反打一波 是有可能的 但喬治亞這邊 控金的部分 沒有控得很及時 讓羅馬人 MBL這邊更及時 控到右邊的野金 來把這個黃金給竊取回來 那KD的部分 兩邊是差不多 兩邊都是騎兵文明 那羅馬人的後期 轉出了這個槍兵 更是比喬治亞人的槍兵更強 因為近戰防禦力多一點 坦度就比喬治亞人的槍兵更強大一些 可以更持久 所以一旦羅馬人放棄洛馬 轉出搭戰槍兵的時候 就是喬治亞人打出GG的時候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